我的手紅 因為我拿到露營 太擠了啦 今年真的擠爆了 今年真的 真的大豬小豬落一季 今年台劇實在太優秀 長均入獄 連評審也苦惱 但唯有認為今年最大一株 非只能去火神的眼淚莫屬 你講話怎麼台路啊 你講什麼廢物是不是 你說什麼廢物啊 哪有廢物 趕快救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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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別開門 8531 開始射甩 立 不要開門 這麼精采 沒有入圍戲劇節目講真的好可惜 除此之外 其中演員林柏鴻也被網友視為超級大一株 來 不要 不要 在劇中飾演患有PDST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消防員 為了呈現神病的心理狀態 在眼神和小季節動作 林柏鴻都做足了功課 沒有入圍 讓許多人都覺得相當可惜 要是早一點跑過去 是不是就來得及阻止她 你給我閉嘴 謝謝 雖然沒有入圍但戲劇方面海戲有機會 今天特別新增了戲劇節目人氣獎 讓觀眾們也有機會參與 就連導演蔡英娟都在臉書上推票 謝謝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我好緊張 這組 光用腦子一想就覺得天啊 我跟你講 今年的男主角女主角男女配角 都是廝殺都很可怕 真的超可怕 今年根本戲劇大爆發 第57屆金鐘獎日為名單出了 今年首度大改革 將綜藝節目和戲劇分開舉辦 分別在10月21、22日隆重登場 而每年大家關注度最高的戲劇類 經驗人士搶搶對決 除了戲劇節目大獎之外 男主角方面也是相當有看頭 疫情專案被通緝的那個蔡老闆 無聲聲浪高的華燈楊宥寧 沒讓大家失望 無差遍先喝死神歌 到了副局長 還提名名女劇集男配角 最後更入圍戲劇類男主角 雙腦入圍大恭喜 來 副局長 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雅蘭 今天已經進入台灣 破天荒搶事件 陳雅蘭在歌仔戲裡面 她是從年輕一路以來 她雖然演一個少年 但是她有說服觀眾 她就是一個少年 她的身形 她的唱腔 她的身段都非常棒 美配角方面 她以華段初上入圍的 新人的演員張廣誠 這次段學會是立派演員 也是相當刺激 她去我家查圖 是不是也是你撩杯啊 那件事我也沒有辦法 誰叫你 誰叫你 你怎麼樣 我適著要跟你講過啊 隔檢不是也找過你嗎 你為什麼腦袋就是那麼硬 你真的 除了以上名單之外 其實還是有些移住 讓評審覺得相當可惜 那黃舟生當然有討論到 她也很棒 她真的很棒 尤其在四樓的天堂 她的表現 我想大家都有看見 是很棒的角色 她演得很好 其實仔仔就是我們討論了很久 然後當投票出來的結果 我自己也傻眼 因為我是很支持她 就是我覺得她演得很棒 那可是是贏人一票嘛 這是最後投票的結果 對 她是很大的問題 我不是兇手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你覺得人是我殺的嗎 你信不信我殺了你 你信不信我殺了你 什麼錯 完了 是嗎 不會 你